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陈飞宇羡慕王一博 穿着豪华的香奈儿 在中国娱乐界,明星之间的竞争和嫉妒是不可避免的 最近,陈飞宇对王一博的嫉妒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这两位年轻,备受瞩目且潜力巨大的明星 陈飞宇,1999年出生,以年轻有前途的演员身份为人所知 他通过在江夜和陈情令等影视作品中出色的角色扮演 赢得了许多成功,并吸引了公众的关注 凭借英俊的外表,出色的表演才华和巨大的潜力 陈飞宇已成为中国娱乐界最有前途的新面孔之一 然而,王一博的名气和成功似乎让陈飞宇感到极度 王一博,1997年出生 因在电视剧《陈情令》中饰演蓝忘机一角而成名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一博不仅拥有迷人的外貌 还是一位出色的舞者和男子音乐组合UNIQ的成员 他以个人音乐作品引起了轰动 也在音乐领域获得了许多重要奖项 精湛的舞蹈技巧和自然的表演能力 帮助王一博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忠诚的粉丝团 陈飞宇对王一博的极度可能源自于 他们两人都是中国娱乐界前途无量的年轻明星 这导致了对这两位明星的比较不可避免 无论是在才华还是名气上 尽管两人都有各自的风格和个人成功 但这种比较可能引发了陈飞宇的极度 也可能源自于他们在风格和时尚品位上的差异 在活动和宣传中 王一博经常穿着充满街头风格的时尚服装 大胆而个性 他倾向于选择年轻 活力且稍微另类的服装 而陈飞宇则经常选择来自名牌品牌如 Snow, Dear or Gucci的奢华而高档的服装 他经常穿着复杂的西装 衬衫和高档配饰 以展现出优雅和时尚的风格 这在两位年轻明星的时尚品位中造成了对比 可能加剧了陈飞宇心中的极度感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陈飞宇对王一博的极度的信息 仅仅是猜测 没有确凿的依据 就像在任何行业一样 竞争和极度是存在的因素 但在传媒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传言或误解 重要的是用爱和尊重来看待这些明星的成就和才华